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富裕区闹饥荒 金正恩准备开战 中共正在为3月即将召开的两会紧锣密鼓的筹备 由于牵涉中共政府机构全面洗牌 据信中南海权斗期裂不亚于20大 港媒称 两会期间将继续闭环管理 人员不得随便出入 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国两会定于3月在北京开幕 届时 中共政府机构将全面洗牌 在全国人大会议将选出中共国家政府主席 以及国务院政府总理 还有各部部长 以及军委政府主席等职务 2022年10月23日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中外记者会上首度亮相 习近平破例获得连任 但按照中共换届规定 政府换届要通过两会产生并确认 换句话说 今年的中共全国两会 事关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中共国家军委主席等职务 也关系到新加军人马能否在政府机构全面上位 由于受疫情影响 过去几年的中共两会受到冲击 要么推迟时间 要么压缩会期 据港媒报道 今年多名全国政节委员已收到通知 两会期间各住地继续实行闭环管理 人员不得出入 具体防疫措施另行通知 有出席会议的政节委员透露 虽然中共当局已大幅放宽防疫 但两会期间领导人密集健身 正担心疫情安全 中共二十大落幕后 迈入第三届任期的习近平 更牢固地掌控权力 同时伴随着团派的覆灭 在党内已无其他派系制衡 也听不到不同意见 政策失误的风险也大幅上升 习近平高度实行个人专权 也导致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 据新华社消息 2月6日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主持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重要指示 要求做到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这两个政治口号 意思都指向维护习近平的地位 陈文青还强调 坚决同习近平核心中央 高度一致 绝对一致 外界猜测 陈文青的讲话或许泄露了 党内存在离心离德 对党不忠诚的问题 时事评论员岳山认为 陈文青这份话 明着是说给政法系官员听的 但放到官媒上 就等于习间接向党内提要求 而时间点是 中共历来视为政治维稳期的两会之前 岳山指出 中共的流氓外交 使其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坏 加上国内疫情还会有下一波 大量人员一亡 可能再也难以隐瞒 复工复产成空 习近平的新班子 即便顺利就位 也将难保政权延续 据中文媒体报道 由开放人工智能开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中 设有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一名推特用户在测试中发现 如果分别使用繁体简体 学问该机器人 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繁体字提问的回答是 是的 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 并以首脑的身份 拥有决策权 许多观察家认为 在中国 政治体制存在着一定的独裁特征 简体字的回答则是 不 习近平不是独裁者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中国是个多党制的国家 并遵循宪法和法律 一段时间之后 推特用户再度使用测试 发现 Chad GPT 对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这个问题的反简中文回复 已变得完全一样 但却没有 是或否的直接回答 被死 中文网友纷纷发表评论 两面AI令人很无语 对党中央 杨凤英维 搞两面派 搞伪忠诚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装得很正 藏得很深 在封闭生态的 简体中文网络里 充斥着虚假信息 用搜索引擎 都无法找到答案 Chad GPT 也是无法解决的 要是用百度搜治病 会给你送到 莆田系 用Chad GPT也一样 因为内容的根子烂了 而怎么烂的 大家都明白 还有推特网友贴出了 关于习近平的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以及机器人的回答 问习近平真的能扛200斤的麦子 走十里山路 而且一直不换肩吗 Chad GPT答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是一个普通人 他没有超人般的力量 不可能扛200斤麦子 走十里山路 而且一直不换 网友对此表示 可以预测 不远的将来 中共要禁止中国人 用Chad GPT了 就如当年进Google一样 2月8日 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回忆录出版 据彭博社报道 这本回忆录 是根据 安倍生前口述的内容 整理出版 书中记录了 安倍与习近平 普京和川普等 他国领导人互动的细节 比如普京喜欢黑色幽默 川普喜欢打长度电话 主要话题是关于高尔夫 提到习近平时 安倍表示 习与他的早期会谈 似乎都是照着准备好的剧本进行 但大约从2018年开始 习近平开始变得 比以前更加畅所欲言 安倍认为 这是习近平权力 越来越高的象征 安倍还提到 习近平曾亲口对他说 如果自己生在美国 不会加入共产党 据了解 目前在中国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崩溃 中共不断改变其政治立场 甚至允许资本加入党 共产党称之为 与时俱进 其目的只是继续维护 共产党手中的权利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于2月8日率团访中 并拜会新任国台办主任宋涛 石板明夫表示 希望夏立言把台湾人民 坚决不想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明确告诉中共官员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8日再度率团访中 并传出 将拜会国台办主任宋涛 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沪宁 引发诸多争议 国台办8日晚对外发新闻稿 多次重申 九二共识 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国台办发言人钟凤莲也表态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日本产经新闻 台北支局长石本明夫 在脸书发文说 中国前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日前鼓吹侵犯台湾一事 戳破国民党人对中国的幻想 杨帆主张2024年总统大选 如果民进党胜选 中共就应该马上动手 如果是国民党胜出 那就要逼国民党和谈 不同意的话 中共就应该实施军事封锁 可见在中共鹰派眼里 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差别 并不是很大 只要台湾不投降 中国就应该动手 石本明夫呼吁说 希望夏副主席 这次去表达心声 能做到他自己说的 心目中有的 只有中华民国 台湾的利益 能够正确传达台湾的多数民意 把台湾人民 坚决不想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治这件事 明确地告诉中国官员 而不是随之起舞 跟中方一起批评 所谓的台独势力和外部干预 让中共对台湾的真实民意 产生严重误判 那样对台湾的伤害很大 据韩联社2月60日报道 朝鲜的特辑市开城 是朝鲜相对富裕的地区 但是近日 却因粮荒和寒流影响 百姓饥寒交迫 每天都有数十人饿死 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却在此时下令加强备战 外界估计 开城出现的饥荒 反映出朝鲜当前的粮食危机 恐怕已相当严峻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金正恩于1月中旬 曾派高官前往开城视察 并指示 从2月起 按照国家定价的半价 供应粮食 但开城的情况并未好转 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后来金正恩在座决定 无偿分配粮食给开城 韩联社引述朝鲜消息人士称 朝鲜各地方政府 收到从2月开始 上缴部分配粮的指示 朝鲜媒体也开始大力宣传 捐献爱管米运动 鼓励农民与干部捐出粮食 外界认为 朝鲜如今出现饥荒 应该与金正恩去年底 施行的新粮食政策有关 这项政策强调 由政府直接掌控粮食的生产与流通 这令人们担忧 1990年代爆发的朝鲜大饥荒 苦难的行军恐将再度上演 尽管民众遭受饥荒磨难 但金正恩却一心扔在军事上 他在6日主持 中央军事委员会时宣布 要扩大军事演习 与加强备战 2月8日 在朝鲜监军节上 当局举行了2.2万人的阅兵典礼 创下历届规模之最 阅兵市场还出现了 洲际弹道导弹 及战术合作战部队 另外 卫星还拍下 在阅兵现场出现一整列导弹发射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